下面一个问题 这是一切随云了云是否太美人情 这个是你不懂的什么叫随云 什么叫了云你更不懂了 你看看释迦牟尼佛随云 释迦牟尼佛真的是了云 他是不是不敬人情 任何人亲近他 他都非常悦臣接待 悦臣的教诲 从来没拒绝过 这叫随缘 你要真的不懂呢 你早晚照照镜子 镜子随缘 你看你笑他也笑 你哭他也哭 你有动于衷他无动于衷 佛教给我们用心如尽 那叫真的随缘 真的是了云 真的要懂的 这不是说四上 心上了 心要清净了 这才能随缘了 早年我讲经讲过 我讲过这个 不辨随缘 随缘不辨 不辨随缘就是镜子 那什么人 祝福菩萨 发生大死 不辨随缘 不辨不随缘 是阿罗汉 他是不辨 但他不随缘 随缘不辨 是菩萨 我们今天学佛 随缘当中 学什么 学不辨 不辨的就是 不要把外面境界 放在心上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 这个就对了 无论是在家庭工作 很多应酬 都可以到场 心地清净 尤其这些环境 都是修行进行的 看看自己 还有没有知识 还有没有分别 如果有知识 有分别 要赶快念佛 佛号一提起 分别知识就打掉了 就发门好 真正佛用得上 上佛号是在这些地方 不是平时 拿着念诸 念几百神 几千神 不是 我们在生活当中 工作 待人介物 念头一动 阿建宇 生 七情无欲 生欢喜了 或者生 讨厌了 这种念头 也生起来 阿弥陀佛 大条 这些佛号 你真会用上了 永远保持着 心地 清净 平等 慈悲 那么你的人缘 非常好 佛号讲 发愿殊胜 心地 清净 光明 父会 增长 这个佛法 才有人生 最高的享受 学佛 不会学到 不同人间 学到的时候 语言都没有了 人缘 发愿都没有了 那错 那么 随云随着变 反复 六道反复 是随云随着变